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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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城市是纽伯尔尼 这个是在我们北卡罗兰纳州靠东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很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它建成已经有300多年了 比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历史时间还要久 我们今天要来探访的这个原因呢 因为美国有两大这个饮料公司 一家是可口可乐 一家是百事可乐 那百事可乐的发源地就在这个城市 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纽伯尔尼 它为什么起名叫纽伯尔尼呢 因为当时欧洲最早的移民来自瑞士 他们当时就在这个城市登陆了 因为非常想念自己的这个国家 他们就以这个瑞士的这个首都的名字 博尔尼来命名这个城市叫新博尔尼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纽伯尔尼 瑞士首都的博尔尼它的吉祥物 就是这样的一头熊 那么所以在这个纽伯尔尼如果在街上走的话 到处基本上过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这样有一头熊的这个雕塑 可能不一定是这种造型啊 也有可能是走的也有可能是躺的 各种造型的这个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探访一下 这个有着欧洲风情的美丽的小城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城市 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啊 其实新博尔尼 所以它这边就是 直接就临着这个港口的 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啊 那像大家看到 现在这边看到的这座桥 它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航道 然后它这个桥中间是可以把它翻起来的 那如果有大船通过的话 那它这个地方是也是新博尔尼 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场所 它有的时候搞一些活动什么 会在这里举行 这个城市除了有这样的这个海边的风景以外 它还有那个内河 内河边上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的这个私家的这个游轮啊 游艇啊停在这个这个些区域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这里呢 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游轮可以乘坐 你可以浏览这个美丽的这个海边的风光 那在这边前面一栋楼就是万豪的一个酒店 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啊 大家看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海鸥和野鸭子 然后围在这边 一般的话经常会有游客在这边会喂食 所以他们就会经常会到这个区域来 从这里看出去这个景色非常的舒服啊 前面远处有一些一大片的森林 绿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它有一个指示牌这里附近的一些景点 大家看到这里是一头熊啊 那它其实在熊的这个上面呢 给大家也指了一下啊 有些比较著名的这个景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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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每个城市都会有啊 打高尔夫的啊 这个 纽伯尼的它的这个小街的话 它不是很多 但是很精致 你看你看它这个 这是一个牙医的这个诊所 你看它门口也是有这样一头熊 穿了一个雅医的衣服 很好玩 那这两边呢 这种建筑都是比较的 相对比较古老一些 像这种橱窗都是卖衣服的 很古色古香的这么一些建筑啊 都比较古老 但是它下面都做了一些这个商场 卖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像这个像有点像古董店似的这种 你看它这种建筑的风格 然后装修的都很有古典的这个味道 大家看前面有一个大的钟楼 那现在秋天11月份了 马上中旬了 你看这种啊 颜色的这个装饰 那家泰国餐厅对面 这个是City Hall 它是它纽伯尼的这个市政厅 这东楼也很有特色 你看随便到处走 那店门口有的地方就会放一个 这个是木克的一个熊 然后卖一些纽伯尼的这些纪念品 你看它这里有介绍做Airbnb的这个房间 多少钱 这也是卖一些家具的 它是一个非常安静 非常宁静的一个小城 然后有很多退休的人会到这边来定居 那还有些人美女 他有假期嘛 他都会到这里来住个一段时间 这个是一个教堂 马上圣诞节了 你看有一些圣诞节的这些装饰品都已经出来了 非常好看 这个装饰的 这个里面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非常不错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景色 非常的好看做的 有点取经通幽的感觉有没有 进来是别有一番洞天吧 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两个商店 这个是做美容的salon 剪头发的美容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上 这个地砖上面有 你看有字 它其实是很多人的名字 那有些就是军念已经逝去的这个亲人啊 或者怎么样 他会把名字刻在这个砖上面 这还是蛮有意义的我觉得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边这个钟 这个钟很有特色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块牌子 就是百事可乐它的这个发源地的这个地方 它当时这个最早的时候它是一家药店 它就在这个地方 来著名的百事可乐的标志 那可以看一下它原来之前的这个 最早的时候那个药店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介绍 这什么时候 对吧 1898年 它就有了 这个也算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 在这里 然后很多人会进去 它这个街道的这个名牌 也是用的它的标志的蓝色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创始人的 它里面又卖可乐 然后还有卖一些纪念品 它很有比较老实的这个风味 这都是它的一些介绍 这个是早的时候 那种卖冰的 最很早的以前 一毛钱卖冰的可乐 那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些 最早期的一些介绍 它在这个桌子上面都是摆实的 标志 这边是有冰的 冰的 诶 瓶装的可乐 那种冰桶 就很老实的那种以前的 这里会有介绍 如果说 你这里面不同的这个配方 嗨 嗨 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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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Born in the Carolina 1898年 你看大家很多人都在等着这里 买上它这个原产地的这个 一杯饮料 它这个吊灯上面 也都是版式的这个标志 很有味道的 这属于 纽波尔一个著名的打卡景点 网红店 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特别标注着 它是 纽波尔 Born here 纽波尔 就从这里发原地 是吧 1898年 然后你看都是它 那时候都是瓶装的 你看它这个都是 比较老是这种冰桶里面的那种 桶装的 还有罐装的对吧 价格 然后都是从这个里面 出的 你看它这个一路下去的话 都是 都是那个比较 热闹的这个商业的区域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探访一下这个 一个 州长办公室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罗利不是北卡州的州府吗 对的 罗利是北卡州的州府 但是北卡州见州的时候 Good morning 他当时见州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纽波尔是他的首府 所以 北卡州的第一个州长首府官邸 就在纽波尔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包括现在这个区域和刚才走的区域 都是他相对商业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中心区域 你看这里广场这个门口又有一头熊的雕塑 不是真的熊 大家看到这边这栋楼 它这个外里面也看着比较有特色 它是一栋家庭旅馆 大家如果说 想要感受一下这种老房子的这种氛围的话 可以 可以 我觉得 住这样的酒店是很有味道的 对面这个也是 它这里这种这样的家庭旅馆还挺多的 看到没有就是一桶熊 来旅游的人是很多的 刚才我们在那个百事可乐的这个商店里面 那个 老板还是那个售卖饮料的 他在问你从哪里来 然后有一个人 他说是他从加拿大过来的 还有一个人说是从纽约过来的 这边的这个旅游的这个 经济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好 大家看一下 你看今天关门你知道吗 所以就不能进到里面去拍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介绍 然后后面三栋这个建筑 才是真正的这个它的 州长的官邸 我给大家外面拍一下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 可以去进去参观一下 还是很漂亮的 它全都是那种 砖的这个砖墙的外里面 很漂亮 那这栋建筑 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呢 是叫特里温宫 实际上 它是翻译过来的 那实际上它被称为就是 州长的官邸 那它在1770年到1775年的时候 是北卡州的这个 州长的行政宫殿 因为我们说行政宫殿 它经常接待一些这种 国家层面的人来到这里面 在1795年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地方被叛军占领了当时 在1795年的时候 迁都到这个 把这个首府迁到了罗利市 那么所以大家现在可能就知道 罗利市北卡的这个州府 但实际上 纽伯尔尼它是北卡第一个州府 在这个州长官邸附近边上 这些房子 看着其实很有很有味道 因为它都是那时候的建筑嘛 很有特色 那么很多人呢 就是把它改建成了这个office啊 或者说是家庭旅馆啊 我看网上有些人家来住这个家庭旅馆的 评价都非常的好 住宿的环境啊 感觉就是很有那个年代的那种氛围 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内部的设施嘛 还是保留了那个时代的这种风格 你看它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这种老建筑 这条小路走进去 其实也是很多的这种风格的这个建筑 这种小房子也有点意思啊 它是一个律所 律师事务所现在是 那因为呢 这边区域呢 它是原来最早的这个老的当趟 那现在新发展的这个一些区域呢 离这边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这片区域它不会再做这个新的这个开发了 所以它一些老的建筑呢 就是维护的特别好 作为这个老建筑的这个保护 那大家可以看我们这边北卡的这个气候 看气候是非常舒适啊 现在11月中旬了 阳光非常的温暖 那它就算有个冷空气 它大概几天时间又走了 所以它冬天的这个气候还是很舒适的 非常舒适 那这个教堂建筑非常的宏伟 看上 这个教堂你看它这个是1809年就建起来了 马上圣诞节了啊 它这个树都装饰得很漂亮 它这个广场叫贝尔Plaza 你就可以看到处有卖那种 纽伯恩它本地的一个local的一个纪念品 T恤啊 还有那个杯子啊什么的 哦 这个是一个餐厅 海鲜和牛排的餐厅 你看它门口都是一头熊 这个是服务员 熊的服务员 那这里它是一个银行 Welsberg的这个网点 它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downtown 都非常的有古典的这种风情 对面这栋建筑是一家酒店 看到那个标志应该就是那个 西尔顿的downtree那家 那个品牌 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你看它的这个 都会用一个熊来做它们的这个 哦 这些就是condo 看到没有 这个是比较好的豪华的那种公寓 直接沿着这个湖边的 大家看前面很多那个 就是很多游艇 停在这里啊 它这个是一家 游艇俱乐部应该是 你都可以租的 租地方 放这个船parking 我们刚才开过来的时候 在桥上开的时候 看到这一片很漂亮就感觉 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游艇 从这里的港口出发 开出去就进入了大西洋了 你看那它边上 你看直接就是这些公寓房 看这栋楼 我刚才说的downtree 希尔顿的这个酒店 你看正好有一艘船 好像出港了准备 它这条河叫news news河 它有专门的这种旅游的 供游客所参观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网址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他们网站去看一下 可以预定 大家可以从我镜头里面看到 这边好像还是这种 年纪大的人比较多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这边气候啊 各方面都很不错 有些人就愿意 住在这种小城 比较安静 也没有很多的这个人 交通各方面都不是很很差 所以还是很受本地的这种 美国人的这个喜爱的 你好 而且这边的人我觉得是特别的友好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会议中心 它有一些什么大型的活动 一般都会在这个里面举办 等一下好像这个桥要升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刚才说到这个桥嘛 它不是可以升起来吗 你看它 这个把它放下来了 再给大家看 我看它 看它 很久不久 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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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隙 在这边 里面 那只好 对 аче在红色的小訊 那高县 那我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willign 就是粗略的也是浏览了一下 因为今天是有一些景点 因为节假日的关系关门 下一次大家如果说感兴趣 来旅游的话 可以自己来探访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一定订阅 我不断地会有新的视频推出 包括各方面的房源 周边的这些旅游的景点 以及各类的生活信息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分享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